因为一场严重车祸 从鬼门关前走一遭的马币连女士 在医疗团队及志工们的祝福下 切蛋糕 还请出院 非常感谢 真的 能够再活过来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去年十月底 乘坐机车被小货车追撞 导致他脾脏 肾脏 肠子等器官严重受损 且多处器官衰竭 在接受超过九个科别的医疗团队 以及长达四个多月的治疗之后 如今终于康复回家 感谢外科医生 我们手术房麻醉科的护理师 医师 还有加护病房的重症的医师 护理师 呼吸治疗师 营养师 复健师 然后接着是我们内科加护病房的医师 再来是呼吸中心的医师 呼吸病房的医师 今天他终于康复出院了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马碧莲和先生杨忠健都是资深的慈悸志工 因此在生病住院期间 除了医疗团队的专业照顾之外 也获得了许多慈悸家人的关怀与祝福 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我们这个生命的价值 还能跟着上人的脚步 在这边也非常的祝福 很多的师兄师姐 包括金色的藏族舒服 还有上人的祝福 在医疗专业与法亲爱的陪伴下 让受重伤的马碧莲女士逐渐康复 而夫妻俩也发愿要将这份爱与关怀延续下去 大爱新闻黄线张正龙台北新电报道